一个 我先趁热吃了 作为一道经典的广式茶点 虾脚为什么被称为点心四大天王之首 为什么一只标准的虾脚 表面总有13道褶 为什么虾脚皮能晶莹剔透 百里透红 事不宜迟 马上为大家解开虾脚的秘密 我们今天请到了广州著名的点心大师 刘伟光师傅 你好 那我看到桌面上那么多食材 这是邓粉 小麦粉 还有笋 生粉 这是板油 还有肥猪肉对吧 对 还有清水 就是那个馅 加点大地鱼 一点木料 我们的下角馅的主角就是活的鲜杀人 因为我们拌的下颜 做出来才新鲜 有鲜味 爽口 还有做成那个有金红色有红色白色的 它在里面才能配合虾脚那个皮的颜色 其实我有听说做虾脚的时候 有的人会用冷冻的虾 听说口感会更好 这是真的吗 也有部分是用冷冻的虾 但我们用活虾人 虽然成分很贵 但是那个鲜味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馅的配料就是那个笋 那个笋我们叫清水笋 就是带出那个虾仁的鲜味 就是我们要用笋来切成一粒一粒的做那个馅料 等一下的笋是要额外煮吗 还是要跟虾一起蒸呢 我们要通过用水煮到以后 飞一下水而已 然后才用冷水再冲过它以后 才能放进那个虾仁里面 下部就先切肥肉 肥肉要切到多大 也是很少的 一粒一粒的 因为它大的话 它融化不了 它们几种之间有一个 怎样的特殊配比吗 一般来说是虾仁是占7%的比例 肥肉只是10%的比例 虾仁是70% 肥肉10% 然后有20%就是笋 就是叫半线 因为你的虾脚是四大天王之手 所以这个虾仁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就做出了效果是达不到要求的 首先是放点盐 就是盐味糖就是盐是味道的之手 因为它要成为虾胶的话 那个盐是第一的 放盐了才能那个肉质起那个胶出来的 现在很多人呢 就用那个手套去拌馅 但是我觉得是假的 因为手感感觉不到那个肉是怎么样的 怪不得 所以要用手去感受它的手感 看什么时候合适 对 对 为什么要那么用力去抓它呢 因为现在这个盐还没均匀嘛 首先帮它怎么说按摩一下 一般现在这样顺人吧 它不能这样搞这样搞 如果的话就弄反了 要同一个方向 就同一个方向 现在就要把切好的丁丁食材放进去 那个油是最后放的 就是我们的铸板 那个油了太多的话就会生出来 穿过那个面皮了 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粉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留点点腥味的话 它会取掉那个腥味 你看到现在我最后还是要顺着这个方向来拌 要不然呢 里面有油啊 还有猪油的放下去 它不会弄反了 看 这个线就等于没用了了 一蒸出来 那个手缸传不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做面皮了吗 现在我们它面皮的关键呢 就是这个水不能太烫 如果你的水太开的话 它皮会太熟了 就那个晶莹就不够通透了 就是层面了 就是我们说的灯银了 这水就有90度了 太烫的话就下去就不好了 我现在看到 已经是很晶莹剔透的颜色了 对 它是怎样的比例 才会混合成晶莹剔透的样子的呢 我们一般就是层面就占7的 生粉就占3的 你看 都要让它们融合了 如果你没有换点生粉呢 它就没有精度了 你看 有点生粉呢 它才有那种精度 对吧 你看 把它收拾了 对吧 它会有弹性 对 有弹性 这是起到一个防粘的作用吗 就是那个面团的全合都融合了 我们用的是油粒 油粒啊 是油到的油 哇 你看 它有筋道了 对吧 好了 它不需要放松一下 我们就要松一下 松一下才能拍那个面皮 然后再让它再紧一点 油和 因为我们是大虾脚 一两段 整支 大虾脚是一两段 然后皮就比较大一点 好像一下就已经把皮铺开了 你看 好薄啊 手指在后面都完全可以透出来 先你试一下 好 脚步先站好 用掌心去控制那个面团 我先把它压扁 也可以啊 很难均匀的哦 在这边也发过去 这个力度要这样 其实你要平嘛 要不然它不薄了 你看 现在可以包虾脚了 那我们标准是要多少线 一般就是 九钱左右到十钱左右 下角的样角就是这边高 这边低一点 我们一共要捏多少个褶啊 一般合格的要十三个褶 这边手要脱 全部要脱 这里要脱到面皮的上面 你看 师傅 我忘记了 这个手脱了它 然后让它高一点点 用个手来平衡它 然后这个纸 这手要很灵活 十三个啊 一个 我已经不记得熟了 你不要先想了多少次 先包好一个完整的就好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蒸了吗 对啊 一定是要水开了才可以放进去 因为它的蒸汽要足嘛 如果蒸汽不足的话 它的蒸出来就不通透了 哦 是要大火生的吗 对 对大火 土油是可以令到它更有光泽 对吧 这个是 还有了这是花生油来的 增加这个香味 嗯 我先趁热吃了 它的虾仁非常的淡雅 外面师傅刚刚有放一些鱼籽 然后会有一种 嗯 呃脆脆的感觉 确实是很鲜甜 而且有很香的猪肉的味道 有很多虾仁 而且皮呀 是非常的晶莹剔透的 里面全部都是汁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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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